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由鍾家衛為你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阿里巴馬州向川普頒發最偉大總統決議書 國會山案調查人員要求推遲60日立案 免落中共之手 烏克蘭將馬達西奇國有化 誠信崩潰 庫墨的書取消第二次印刷促銷 政協委員洩露中國真實官民比例 網民震驚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在海湖莊園3月13日晚舉行的招待會上 阿拉巴馬州共和黨執行委員會成員 前州議員胡鵬 Perry Hooper Jr. 代表阿拉巴馬州的共和黨 向川普總統贈送了一份裝表好的決議書 讚美川普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 最有效的總統之一 外界認為 該決議是保守派和共和黨基層 大力支持川普的最新標誌 而最新出爐的民調也顯示 川普在黨內享有極大的影響力 決議書由委員會的幾名成員提交 在阿拉巴馬州共和黨內一致通過 胡鵬告知霍氏新聞 決議表明了川普總統的偉大之處 他如何讓美國再次偉大 他們希望其他州也能仿效跟進 胡鵬說 川普將製造業帶回美國 減稅 創造了有史以來最好的經濟 加強了我們的軍隊 決議還將川普對COVID-19疫苗分發的處理 稱為醫學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決議書稱讚川普總統在48個月內取得的成就 比拜登在擔任參議員和副總統的48年中取得的成就還要多 文件聲稱 川普在所有的決定和政策中 都將美國人民放在第一位 胡鵬說 當年列根當選時 我還是個孩子 那時候我認為 沒有人能夠超過列根總統完成的委業 直到川普總統的出現 在我看來 他不僅是偉大的總統之一 他也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總統 他表示不僅代表共和黨發聲 亦講出了超過7,500萬選民的深聲 阿拉巴馬州愛他 美國愛他 另據國會山報The Hill 3月12日報導 一份針對共和黨選民的新聞調顯示 81%的共和黨選民給予川普好評 88%表示認可川普擔任總統時的公司 工作 民調顯示川普總統仍然在共和黨內 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在共和黨挑戰2024年總統補助的潛在候選人中 川普得到51%共和黨選民的支持 其他人的支持率都沒有突破兩位數 國會山事件發生之後 美國左派媒體集體宣傳事件是騷亂 是恐怖襲擊 FBI也積極介入調查 但Axios日前報導 聯邦檢察官在13日早上提交了一份文件 要求將1月6日國會事件的一系列案件調查 再延長60天 並聲稱這個大規模的調查 可能是司法部有史以來最複雜的調查 報導還說 司法部預計最少還有100人將被起訴 在幾乎每個州和華盛頓特區 總共執行了900多份搜查令 由幾十個聯邦和地方執法機構的調查人員會編文件和證據 超過1萬5千個小時的監控錄像 以及襲擊當日的執法紀錄儀錄像 大約1,600個電子設備 和數百個電子通訊提供商的搜查結果 超過21萬條線索 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包括視頻、照片和社交媒體 超過8萬份報告和9萬3千份附件 涉及對嫌疑人和目擊者的採訪等等 但美國《網關專家》報導說 郭惠山調查人員要求推遲對抗議者立案 是因為聯邦檢察官陷入困境 他們原來言之作作的案件無法成立 檢察官要求再給他們60天的時間 來繼續編造針對抗議者的案件 報導說 他們宣傳這是一次武裝叛亂 是預先策劃的接管美國國會大廈的陰謀 這些都是謊言 抗議者沒有武裝 在美國國會大廈沒有沒收到任何抗議者的槍枝 唯一的一次槍擊是國惠山警察中衛所為 沒有發生川普支持者 接管美國國會大廈的任何行動 川普總統呼籲的是和平抗議 勢言守護者Oath Keepers也沒有計劃發動武裝叛亂 數百名抗議者是警察揮手 被他們進入美國國會大廈的 另據報導 女退伍軍人阿什利·巴比特 在國會山內被國會山警察當作暴徒槍殺 但警察繼續向美國公眾隱瞞她被槍殺的細節 殺人警察的律師 馬克·沙梅爾 馬克·薩姆聲稱 阿什利背著的背包加重了警察的恐懼 阿什利的背包後來被打開檢查 裡面既沒有炸彈 也沒有殺傷性武器 只有一件羊毛衫和一條圍巾 網關專家的文章說 阿什利因攜帶羊毛衫和圍巾被殺 戴著背包 是不是給了警官一個開槍打死你的藉口呢? 為了避免烏克蘭將國內全球頂尖的貨機 和直升機發動機製造企業馬達西奇被中共操控 烏克蘭政府日前採取行動 將馬達西奇國有化 烏克蘭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秘書 達·尼諾夫星期四表示 馬達西奇公司將會通過符合法律和憲法的方式 回到烏克蘭人民的手中 回到烏克蘭國家的手中 達·尼諾夫還強調 這樣做是為了我國的國家安全 烏克蘭國防委員會已經通過了國有化方案 預計烏克蘭議會也會迅速批准 中國的北京天驕航空公司 擁有馬達西奇公司的大部分股權 為了獲取這間公司的飛機發動機製造技術 以及知識產權 北京天驕幾次向烏克蘭提出 收購馬達西奇的申請 但沒有獲得批准 在烏克蘭政府作出國有化決定前 美國已經宣布制裁北京天驕 理由是它與中共軍方關係密切 美國商務部在1月14日表示 北京天驕在烏克蘭進行掠奪性的投資和技術收購 構成了不可接受的風險 北京天驕有可能將這些技術用於軍事用途 特別是飛機發動機、衛星和巡航導彈的製造 今年1月底烏克蘭總統扎倫斯基簽署命令 對北京天驕等4家中國公司及3名中國公民私家制裁 包括凍結資產、限制貿易、限制入境、限制設資和增資等 經過多次收購失敗 北京天驕仰言要進行報復 達尼諾夫表示烏克蘭不會屈服於法律威脅 宣傳紐約州州長庫默Andrew Cuomo 如何在紐約疫情期間領導遊方的書 因為庫默掩蓋養老院死亡人數的醜聞 第二次印刷和銷售正面臨要折 該書的出版商皇冠出版公司Crime Publishing宣布 他們將不再宣傳該書 亦不再做第二次發行 隨著庫默掩蓋疫情的更多信息被公開 這本書的銷量已直線下降 不僅如此 由於他面對越來越多的性騷擾指控 民主黨同僚要求庫默辭職的聲音也越來越強烈 近日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 參議員綠天娜Kirsten Gillibrand 以及超過10名民主黨國會眾議員 呼應州議會11號的聯署聲明 要求他立即辭職下台 而外界亦注意到 拜登和哈里斯對庫默的醜聞 至今肆虐無睹隻字未提 但不少批評人士擔心 對庫默的性騷擾醜聞的炒作 可能是為了掩蓋更多的疫情死亡事件 同時 庫默的前妻 庫默不得不得不連續幾個晚上 分在反鎖的浴室裡 而庫默在離婚時 不惜編造克里和其他人的緋聞 以此顯示自己無辜 保住政治生涯不受衝擊 報道說 庫默結婚之後 一直持續虐待和騷擾其他婦女 中共當局官僚架構臃腫 人否於事是公開的秘密 但當官和平民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呢 就成了中共的國家機密 但百物一疏 今年中共全國兩會上 一個政協委員爆出某縣財政公養人員 和傳縣人口比例是1比5 引起輿論嘩然 洩露這個數據的是中共政協委員 陝西省政協副主席李東玉 他原來是要建議 對人口規模低於10萬人的小縣 實行合併試點 說是可以避免人口流失 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李東玉提到 中共政府行政成本高 公共基礎設施浪費大 就連願一級的財政公養人員 和基礎設施建設 每年都需要大量財政支出 因此舉了個例子說 某縣2019年上租人口3.02萬 地方財政收入3,661萬元 一般公共預算支出8.65億元 行政事業和社會組織120餘個 財政公養人員6,000餘人 也就是說 財政公養是1比5的驚人比例 所謂財政公養人員 是指由國家財政來支付個人收入 以及辦公費用 以及福利待遇的人員 包括黨政群機關人員 其中主要公職在黨委、人大、政府、 政法機關、政協、民主黨派 和群眾團體等機構 第20 各類事業單位人員 公職於教育、研究衛生等眾多領域 第30 黨政群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退休人員 關於中國官民比例 早前中共政協委員、國務院前參事 任玉嶺也曾經指出 中國的官民比例早已經達到1比26 比西漢時高了306倍 比清末高出了35倍 食材政販的所佔總人口的比重 攀升之快 是史前無例 2005年 中共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透露 加上所有由納稅人公養的國企 和事業單位人員 中國實際由國家財政公養的公務員 和準公務員性質的人員超過7千萬人 官民比例高達1比18 目前中共各級政府 每年還招募新公務員 在海外廣受推薦的九平共產黨 一書曾經提到 在中國 黨組織無所不在、無所不管 黨組織就好像一個巨大的邪靈附體 控制和操縱著社會 所以 中國農民才會這麼貧窮辛苦 因為他們不但要負擔傳統的國家官員 還要負擔和行政官員同樣人數 甚至更多的附體官員 這一節的新聞為你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